姐妹们我发誓这个配方做出来的黄豆焖猪蹄是我至今为止做过最好吃的做法 关键是它竟然也是我做过最简单的做法 总结一句话就是好吃做法又简单 所以答应我你们一定要试一下好吗 灵感又是来自于饭店 我一直都有一个习惯 只要是在外面吃到好吃的就会想尽办法在家里面自己复刻 刚好我唯一的天赋也就是美食这方面 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喜欢吃我做的菜 这道做法简单的大菜 你们一定要收藏起来协会他分年过节家里面来客的时候做上这么一道菜 绝对全家都要夸你看到这里你们应该都相信了吧 是不是巨简单只需要把所有的佐料都放进去煮一煮 一般我都是上去之后压30分钟左右 但是各家压力锅的压力不同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调整配料 我准备了将蒜末小米辣还有葱花 将蒜末要切的细碎一点终于压好了 开开之后可以拿筷子试一下可以轻松的穿过就差不多了 根据我的经验建议大家不要压的太烂 太烂了反而不好吃 汤汁有点多我们倒出来一点留着煮面条 锅里面菜籽油爆香之后 先下入将蒜末小米辣还有辣椒面炒出香味跟红油 再把屏幕上的这些调味料也放进来炒一炒炒出酱香味 倒入猪蹄跟黄豆继续煸炒两三分钟 把它们炒上色炒入味 感觉锅中有点干的话我们也可以再补一点煮猪蹄的汤汁 最后出锅之前来一勺鸡精调味 再把葱花也放进来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按照这个配方做出来的猪蹄黄豆真的非常的好吃 香辣又入味 你们一定要试试看